歡迎收看酷炫老師的 幹話教室 今天很開心跟孫生來 台北大學演講 講一下我們用Youtube前的辛酸食 一定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你看現場是 人體弱勢啊 非常多 哇 真的好多 像故事跟七季一樣 超多的 這個故事我要講 那你答應我不要哭 我怕我不要流淚怎麼辦 我在這裡 I'm here 我闖到那一段我過不去 不要哭 消利益從在 以前其實我是中東人 我以前是一個 鏡頭販賣商 那個時候我 一直販賣武器的作為 甚至進行走失 這種無法勾搭 直到有一天 我坐電梯的時候 他說 Gowen家 我想說 這有什麼關聯 但我才知道 我剛講這個人像 我要不放棄 不 好笑 你看同學那臉 同學那臉 全部想笑 所以繼續 我就開始過著 販賣武器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我開了吉普車 他遇到別人襲擊 流淡槍直接這樣狂射 然後我就這樣 躲著我的護衛在旁邊 一直幫我打敵人 然後結果我的心臟突然中彈 然後我突然被掏上個頭 他有心 然後就在山洞裡 我的心臟裡有這個 結果就在山洞裡 剛好遇到一個人很厲害 他幫我做一個反應 我心裡的東西可以被弄出來 所以說他就打造了一個 自己的感覺 我就逃出了很高 我的真實身分就是 動力吉他哥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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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我講真的啦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的故事啦 講點真實的啦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身材很瘦弱 那我那個時候真的是被排擠 從大學一路排擠到當兵 那我就是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被抓去說 韓家會是 世界大戰 很嚴重的力 然後一魂碎 七十年醒來 美國隊長 對啦 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啦 我就是私利了啦 巴皮 雞巴嘛 對啊就我啦 巴雞是你啦 手臂有那個金屬了 過海半就叫再做我啦 好啦同學有聽話講廢話 不是廢片也可以上 好喜歡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想聽孫生當YouTuber前的故事 推開我的頻道看 嗯 訂閱訂起來 欸 同學給我尷尬的臉 Tradle Tradle Tradle要騙你他啊